這個月威當然是過年的時候 小英總統有更長的拜年 跟柯文哲、朱立倫 都有更長的大家共喜 就想說不然過完年 大家來約一下 大家來討論一下 一些國家的這個事情 過去如果有什麼 陣情有五歲 大家來討論 改正一下 當然是以這個為企圖 後來當然這個柯文哲就約成了 約成約的時間 連地點都意見很多 小英總統說不然來官邸 其實官邸不是怕小英住在那裡 官邸其實也是一個算總統 一個會客的地方 以前美國幾月來的時候 也是去官邸 還有一隻狗 嚇死狗狗 現在很多國家的領袖 經常在官邸 接見外賓 因為可能比較輕鬆 這場下來大家看這相片 看這相片 柯文哲很開心嗎 有啊 這應該叫做相談勝歡 我覺得那個總統府攝影官蠻厲害的 兩個人都是唇紅死白的 皮膚看起來狀態都很棒 這看的不錯 比較近情 近情這個北門會 那時候小英沒有 沒有酸酸 柯文哲選掉 柯文哲選掉 很大部分 所以那時候 他差一點要翻盤 所以心情不沒力了 好 現在心情不錯啊 現在什麼心情不錯 心情不錯 說完 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當然叫做獨家啦 裡面說的題目 什麼國防的啦 社會安全網啦 這些題目 老保年金 黨政平台 這聽起來也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說一說 你如果回去 黃國昇整個中了 黃國昇說 你們去談什麼 談什麼 為什麼不談司法改革 為什麼不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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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在意 我就一直捏捏捏捏捏捏 黃國昇是這樣啦 黃國昇是因為 沒有對著 沒有對著 沒有開心 所以就覺得 柯文哲一定會怕人說什麼 柯文哲一定會怕蔡英文說什麼 沒下手 黃國昇心很不爽 他越不爽 他就在裡頭講的很重 他一直重複 他講的一個廣播直播 因為他剛好在那個直播的時間 本來上那個節目 那個節目的時候 看到這個新聞 馬上就開始討論 然後就去噗噗 他就說 我尊重我們主席 我們主席要去之前 其實幾個月前有跟我們講 也沒多久 過年過年的事 如果跟我們講 我們都建議他不要去 後面講說一句 所以他為什麼要去 第二個 為什麼去談這一些 為什麼去談這一些 意思是說 你談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都要看媒體學 我們才知道談什麼 他當然就很無法意的 好 重點是這樣 今天如果是黃國昌 柯文哲如果有 找黃國昌 柯文哲如果有找黃國昌 黃國昌的新聞 一件事 說我們先討論要討論什麼 我們先討論要討論什麼 他以前白蘭是不是這樣 那個人是不是討論說 我們要討論什麼 所以這群總統可能要派三個代表 民眾黨派三個代表 全程直播 阿君月飯店講這個一碗 他再演一齣 沒有啦 這張蔡英文總統很簡單 就是說這些政黨的領袖 大家來開講一下 聊一聊國家的事情 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 可是因為黃國昌參與之後 黃國昌沒參加到之後 他沒開心 才會覺得這一場 好像是一場很奇怪的聚會 說完而已 主任也嚇到了 主任也不怕了 主任就派文庄委出來說 剩下五十二天到底要談什麼 八年了 都不談 為什麼這五十二天要談 你把葉元智的台詞搶走了啦 葉元智你要說這個 這是李彥秀講的 這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 其實總統也是合意 大家來開講一下 並不是要召開什麼 朝野的什麼會談 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類似朋友 大家過年之後 大家開講一下這個概念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設定什麼 大的議題 然後呢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各位可以想像那個場面嗎 一定坐下去 小英總統 跟柯文座大家 過去這段選舉大家辛苦 看柯主席 對國政有什麼建議 請柯文座說 柯文座可能也很客氣 沒什麼說 小英總統當然說 拜託 拜託 我們要創年金改革 一些國安預算 請柯主席 希望朝野氣氛好一點 我想像應該是這個東西 邏輯上應該是這樣 不就說議程 來有一個人 報告 請先確認今天會議程 一成一 不可能 不是 剛才說 他們坐這個 外國人坐碰衣的 坐碰衣的就是都輕鬆 你坐長條座的 大家一對一就很嚴肅 所以這一場 基本上可能黃國昌誤會了 然後又沒參與到 所以心情不好把這一場 整個就覺得說 這一場一定有什麼秘密 柯文座沒有回來跟我們說 所以他才很神奇 我們看柯文座說什麼啦 他說沒有理由拒絕啊 而且政黨領袖之間的溝通平台 是有好處也是必要的 起碼這個好處在哪邊 對國家好啊 對不對 然後黃國昌要講說 知情人士全部都反對 總統府這種操作新聞方式 我只有兩個字叫不齒 然後為什麼要叫柯文哲 去官邸找他 怎麼會是這樣 像是講到官邸這個部分 這個禮節方面 應該是影響比較清楚 找去官邸有什麼不對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黃國昌 有一點是在跟小丑說話 因為你去看民眾黨的臉書 其實小丑是把他灌爆 我說小丑不是柯文哲送的小丑 是真的這些民眾黨 這些不爽的一些選民 他們說 你真的蔡英文就在蹭柯文哲啊 有沒有想過 蔡英文在蹭柯文哲 柯文哲有沒有什麼蹭的 最近根本沒有聲量 去蹭他幹嘛 沒有嘛 所以我忠誠了一下 我覺得這次黃國昌他不滿 三點 第一點剛剛顧安姐提到官邸 官邸他超不爽的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討論的是國家大事 不是任何人的私事 既然是國家大事的話 不在總統府見 要在哪裡見呢 這黃國昌氣憤憤的 那我要給黃國昌老師看一張照片 因為按照他的邏輯啦 這個是這個美國前總統川普嘛 坐在旁邊是誰 黃國昌可能滿熟悉的 因為習近平嘛 按照他的邏輯這不是國家大事啊 這是私人事喔 不是國家大事 為什麼 因為這是在川普的官邸辦的活動 辦的會議 為什麼當時中國還求的 求的說我習近平要跟你在官邸見面 我跟大家說一個邏輯 大家很簡單可以聽得懂嘛 任何人都可以去找任何人在辦公室裡面 這是一個公開的場所 對不對 是一個辦公場所 但很少人可以來到你家 去跟你拜訪 因為這個是一個比較私人的情感嘛 對不對 你要一個連結在 所以你說去官邸跟去這個所謂辦公公室 你自己去想一個 你去想一個德里啦 來 現在我嚇余江君有 余江君說來來來來來 來我服務處 來來來來來我家 是不是不一樣 那知道說有一種 就是他要營造的距離感 他故意要這樣講 所以我就說按照狂過昌的邏輯 這不是國家大事 外交會晤 美中對談 不是國家大事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蔡總統確實 會有重要的外賓 都是去自己的官邸 這是誰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 國務院最高成績的官員 來到台灣 他是叫刺青 有點像副部長陳奇的 叫柯拉克 那時候來你可以看到 這個還有台積電的 創辦人張諾謀等等 AIT全部都在 這個在哪裡 這個在官邸 這官邸大門 狗狗都出來了 對啊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予以尊重 有一次黑色的 但是他們又聽說 按照黃國昌的邏輯 這個是貶低我們的美方好友 也是私事 不是國家大事 所以黃國昌這個邏輯 奇怪 但再來第二點 他說他很不爽說 哎呀這個為什麼會公開 我跟大家看一張圖 大家就知道了 剛剛這個 我們逸川哥有提到一點 你看這個柯文哲笑得多開心 笑得多燦爛 多麼自然 我跟大家報告問一個問題 今天如果是一個閉門會議 會有這種照片去拍嗎 怎麼可能對不對 如果大家設定好這是密會 我今天晚上12點半 去找逸川哥 說我們開一個密會 不要讓人家知道 攝影師站在門口幫我們拍照 你說這個是什麼密會 所以我們是什麼密會 這就是一個雙方討論 國家大事的一個很好的場合 那我最後提到一點 我覺得最莫名其妙 因為他說他不爽這些議題 因為他自己很在意一些不同的議題 但我覺得他不爽議題 但他不爽就算 他講了一句話是說 無論是這個年金改革 無論是國防預算 無論是強化社會安全網 或者是政黨溝通平台 這個是什麼 這是民進黨的議題 他說這是民進黨的議題 大家沒有聽錯 你們聽完這個事項 各位觀眾朋友會覺得 這任何一項 是只攸關民進黨的議題嗎 這是國家的議題 是國家大事 你柯文哲志祺選舉的時候說 我要強化國防預算 我要補強我們社會安全網 今天民進黨 招柯文哲說政黨大家來開會來討論 就變這是民進黨的議題了 政治操作 所以我說中整下來 我會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他不是在搞蔡英文 我覺得他不是在害蔡英文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看著覺得說 你總統有高度 找各政黨的領袖進來 討論未來的國政方向 分享一些 大家一個交換意見 這是好的事 我覺得他好像有點在害柯文哲 我真的覺得他在害柯文哲 你說黃國昌在害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根本沒有對這件事情 表達什麼負面意見 對啊 我還去特別去炒 他還說我們都支持 這個蔡英文總統提出 建立政黨溝通平台的想法 我們都支持 希望讓朝野共同為民心理 你說柯文哲都沒有不爽 那你黃國昌不爽 所以大家就說邏輯 那為什麼黃國昌不滿柯文哲 聲量嘛 現在是我黃國昌 國昌老師聲量比較高 我黃國昌的獨家秀 今天舞台上只有我一個人 你怎麼會有其他人湊上來 對不對 快烘下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 他跟自己 這個柯文哲自己黨主席 大家的一個政治拉扯 這個應該是剛剛開始而已 接下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